华林县政府25号上午接受了佛教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 捐赠了1万1500颗住警器以及三组的生理监视器等设备 县府秘书长张一华表示 火灾警报器是居家防火最佳首富神 能够在火灾初期争知发出高分贝声响 提醒住户在第一时间要应变及避难逃生 有效来维护安全可以减少民众的生命财彩损失 公寓善骑士必先利棋器 救护人员使用的车辆装备以及器材等等 攸关任务执行的顺遂与否 具备先进并且精密的救护设备 除了能够提高紧急救护的效率以及品质之外 更是守护民众生命安全的利器 发言线23个消防队37部的车子 上面已经都完成 当然还不够 但是这个事实上对于我们第一时间 在我们救护车上面来紧急救助我们的病患 有莫大的注意 随着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率的提升 因为助警器成功动作警示住户应变逃生的案例数量 也逐渐的提高 109年度更有实践成功动作案例 有效守护花莲宪明的居家消防安全 身体检测器的部分 我们目前的是好几台分开的 现在这台是并在一起 可以防止来实际 可以增加它的效率 在救用的部分 它可以增加它实行的效率 那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引进这一套 还帮他们引进这一套知道 我们就会直接来看我们的监制 直接想到说 那花莲宪明的应该要 就主动提供这三台 我们有三个大队 一个大队就提供三台 接着我们来增强我们的实力 就是要带的一个收到的 设计建设计 县长徐政卫表示 这次捐赠活动要特别感谢 此季基金会 消防局医疗指导医师团队 以及许多善心人士 因为他们的努力以及坚持 成就了今天的美好 造福更多的花莲民众 记者听解花莲室采访报道